熊哥我要來問問問題囉 OK 第一題 請說出你心中的型男代表是誰 余文樂 余文樂 好 第二題 型男跟宅男最大的差別是髮型 長相還是態度 我覺得是態度 好 第三題 型男穿搭是不是一定要花大錢 我覺得不用 第四題 你的眾兄弟中誰是穿搭型男 光哥 真的嗎 光哥嗎 好 15的時候跟他成功的時候幾乎是1比1 OK 再一題 最喜歡的型男穿搭單品是 軍工裝 熊哥你覺得型男穿搭一定要花大錢或是穿名牌嗎 我覺得其實不需要花大錢或者穿名牌 其實我在年輕的時候有這個迷思 每次我都要花很高的單價買一個單品 然後好像穿上去就覺得自己好像有風一樣 後來發現其實流行這種東西 或者時尚的東西是非常快速在變遷的 所以我覺得你只要找到適合你的服裝或者樣式 我覺得不需要花大錢 你就可以呈現出一個很美好的自己 那你都會怎麼樣去挑選這些穿搭的配件嗎 其實我也看蠻多不同的人的穿衣服的模式 然後我也會看看說這種東西如果穿我身上會不會好看 因為我自己本來也學設計的 所以我會覺得很多東西我會嘗試試看這樣穿會不會怪 然後我就會在鏡子前面撕半天 然後找出一個屬於我的方式 然後就這樣 那熊哥那你會上網買衣服嗎 還是說你都要去實體商店自己穿啊自己試 近幾年我常常開始在網路上面買衣服了 因為沒有時間出去買衣服 那你這樣子可以挑的很精準 還是說也會買到一些就是 大概可以70%的精準 還是有30%會失誤 那30%失誤就不穿嗎 真的就送人啊 不然就是淘汰 熊哥那你有沒有看過一些穿搭桶可怕的例子 有啊我看過很多那種就是完全不同Style的啊 比如說很運動風然後突然搭一個這個很西裝的這種穿搭 當然有時候有一些衝突是可以衝突的漂亮的 但是有些Style真的是不適合弄在一起 那如果像現在是冬天啊 你會推薦男生怎麼樣穿搭成為新男 我覺得台灣的冬天真的是那個冷就是超冷 突然間也有可能會變熱 所以我認為要多層次的穿搭 那多層次的穿搭才會 你隨時你要脫的時候可以脫 你要加的時候可以加 對那但是它需要Style要稍微是一樣的 因為有很多的Style 其實你看起來單品好像都很好喔 但是被某些人一配起來之後就變成一個災難 所以其實單品的配搭是需要能夠思考過的 比如說今天我穿的好了 我今天其實潮的是一個比較軍工裝的穿法 所以呢我裡面一定是壓一個比較深色的 因為它不是主體 那外面的話就會 其實我這裡面是非常多口袋的這個軍裝 但是今年開始流行一個蠻特別的東西 就是它把軍裝的內膽 就是所謂的內裡 把它穿到外面來 它是最保暖 但實際上以前在軍人的穿法是穿在裡面的 但是就把它搭在外面 那它色系又很配 所以就可以把它多層次的穿搭 那實用哥那像現在冬天嘛 你會推薦什麼樣的色系 其實我覺得夏天就是比較淺色系一點 然後冬天就盡量穿稍微沉重一點 因為畢竟需要有一點重量在你的身上 然後也因為冷嘛 所以其實常常會穿得很厚 你很厚的時候越色系越淺 就顯得越胖 所以你還是要穿稍微深色一點 會顯得比較好一點 那實用哥像現在冬天很多人要穿羽絨衣啊 那羽絨衣穿起來就很重 那你會怎麼樣去建議 比如說男生是不是就不要穿這種改換風衣或是什麼樣的 其實不會 其實羽絨衣有某種層 有一些羽絨衣的 像這一件就是羽絨衣 但它是薄型的羽絨衣 那當然如果你要穿這種很大型的羽絨衣的話 我建議就是說裡面可能穿的是比較像是那種發熱衣啊 然後穿一件單件在裡面 然後就穿一個大羽絨衣 那看起來也不會覺得太胖 那實用哥你覺得世界所定義的型男 就真的只是外型嗎 還是你覺得跟態度也有關係 我覺得世界定義的型男 確實真的都是外型 但是我覺得真正一個人 他有沒有我們所謂的型 Style 那個Style其實我真正的感覺是 是屬於他的樣子 所以跟態度覺得有關係的 對 所以很多的時候你看一個人啊 他的 談吐 他的眼神 他的應對 跟他的穿著其實是可以搭起來的 所以那種的型我會覺得特別的Man 特別的型 對 對 那所以如果像是假設一個穿很嘻哈風格 但是他講話是很正心的其實就 對 會不會很奇怪 蠻複的啦 你這樣講是對 剛才那邊講一個笑 然後說對是蠻複的 所以那你覺得如果以你自己的立場 你看型男的就這種態度的立場 你會用什麼樣的形容詞去形容他 我會認為一個型男喔 真的就不是只有穿著 對 是他真的認識他自己 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怎麼樣的表現 對 跟那個呈現的方式 對 別人也這樣會認同 然後也會覺得很 欸這我真的覺得這個很很很棒耶 對 我覺得呃 這種才是我認為的Stylish 那像星雄哥如果很多人都會說你是 就是型男牧師什麼的 那你自己看你自己 或是你從別人聽到給你的回饋 你覺得特別你可以展現出這樣的一個 一個氣質的部分 你覺得是因為什麼願意 他們這樣講我是很被恭維啦 然後呢 呃我覺得我就是在做我自己 去做我自己的時候我覺得好像 反而越有某種程度的魅力 那所以我會覺得 呃認識自己跟做自己 是一個很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對 你會怎麼樣鼓勵男生啊 我們這些男性的觀眾 去建立健康的自我手下 嗯嗯嗯嗯 你要喜歡你自己 哦先要從愛自己開始 對 如果我們都不喜歡我們自己 然後一直覺得說啊 要像什麼人 對 要像什麼人 然後呢我才 結果你會發現你真的穿得像他也不像他 對所以我們應該要先認識自己 然後喜歡自己 對 那喜歡自己的時候你才會發現 原來你生命裡面一定有某一個strength 比如說有些人他不喜歡他的鼻子 結果呢他因為他不喜歡他的鼻子 他就覺得他整個人都很糟糕 對 我會覺得那我為什麼要這樣想呢 對 你會覺得其實你的頭髮髮型很酷啊 對 對 就是不要為了一個東西好像 讓整個東西都覺得你自己是 沒辦法的 然後你一定要像別人 鼻子一定要像到別人那才叫做帥 我覺得欣賞你自己先 可能你認為你最weak的一個五官好了 但你卻去愛他 你會發現因著你愛那個五官 你其他東西你都開始展現出你的 一個氣勢來一個樣子來 對 熊哥那對男性的觀眾 你給他們一句金玉兩元 怎麼要成為型男 第一個 愛上你自己 然後呢認出你自己是誰 因此外在跟你的內在能夠一致的時候 我相信你會是今年最好的型男